主要中心宣布擴大隔離到五千 之后现在连立法院都惊传 收发室友员工 因为疑似有接触风险 收到了居家隔离通知 目前请假在家隔离当中 对此同仁虽然很低调 不正式 但这样的说法 也被国民党立委质疑 是此地无垠三百两 认为应该要公布资讯 让大家提高警觉 来看我们的独家报道 不同医院群职感染 匡列再扩大到五千人 只不过回溯范围 不只包含一月六号到十九号 的住院患者 还有陪病家属 和他们的同住家人 全都要居家隔离 没想到现在 就连立法院也中标 传出立法院收发室 有同仁收到居家隔离通知 疑似曾经接触过陪病家属 目前正在隔离中 但同事们全都低调 不愿证实 收发室虽然第一时间否认 到底还强调全员到齐 但下一秒却不小心 后楼确实有人请假 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 他可能曾经是陪病的家属 或是陪病家属的同住者 就连国民党立委也看出很不对劲 尽管没有直接证实 但立法院防疫也升级 秘书出25号立刻展开调查 院内职工是否有收到居家隔离通知 要求主动回报 你去讲说 这边有一个被隔离的 大家会误以为说 这边有一个确诊患者 如果说是有被隔离对象的话 不需要去公布 扩大隔离有收到这样的资讯 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 有什么很重大的一个事件 我们要求别人资讯 我们自己也应该资讯透明 那就是让大家就是更有 更高的警觉 更能做好防疫的工作 如今连立法院也被匡列 疫情紧绷 全面戒备 各单位都该提高警觉 记住了 台北采访报道